我就开了开了才又开起来 也许这是一个bug 让我给吓得实在是太危险了 手心都出汗了 大家好 我现在呢 在从墨河赶往根河的路上 现在是走在204的省道上 今天呢 开车开了大概两三个小时了 心里有点小郁闷 想跟大家吐槽一下 也想跟大家咨询一下 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现在驾驶的这个领克09 开在铺满水的省道上 之前都没有碰到过这个情况 但是今天呢 他就频繁的碰到 大概不下于十次了 就是经常的会触发 他的紧急车道保持功能 大家也知道 紧急车道功能触发了以后 他会抢你方向盘的 这种感觉是非常不安全的 所以呢就是 今天在这种情况下 触发了不小于十次吧 所以搞得我心情 就一直到现在为止 都是胆善心惊的 有人可能就会说了 你把车道保持关了不就好了吗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车有两个车道保持功能 一个叫做普通车道保持功能 买了这个车以后 我第一件事情就把它关了 大概在一个星期之内吧 但是刚才实施的这个功能 叫做紧急车道保持功能 也就是说你是关不掉的 刚开始的时候 在黑龙江这个路段 它的这个省道呢 相对来讲都清完雪的 只是说路的两侧有积雪 然后中间呢干净的 所以就常的情况下呢 我呢就习惯性的偏向于中间 可能会压一下虚线 这样子呢 在路中间没有雪的情况下呢 对于我们驾驶人员来说 对于车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状态 但是他这个车子呢 这个车子呢 它就会识别到你压线了 然后呢就给你 哎 是不是给你拽一下方向盘 拽一下方向盘 就想把你拽回来 你知道吧 但是在这种冰天雪地的路面上 你拽一下方向盘 这种车子的摇晃 给人带来的一些 不安全的这个感觉 是非常恐怖的 那最后没办法 我为了不压线啊 只能是一边车子压着雪 一边往前走 也凑合也能走了 没办法嘛 对吧 但是到了内蒙古这个区域 以后的这个省道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路况啊 它已经是啥啊 整条省道 因为这条道 它是好像没有人工清雪 那整条道上全是雪 唯独呢 只有一条 就一对车轮印 也就是这么一对车轮印 那我们没办法 我们肯定只能是压了 这个车轮印走了 对不对 但是就算是这种情况下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这车子突然 它就会犯个毛病一样的 就会给我的感觉啊 它好像是把中间这条雪道 识别成实现了 还是散了 就怎么回事不知道 又触发了它的 紧急车道保持功能 给你车子拽一下 给你车子拽一下 又拽好几回你知道吧 哎呀就把我给吓的 实在是太危险了 虽然也不一定说 就把你拽到沟里去啊 但是整个驾驶过程 就让你很心神不宁的 那种感觉 很不舒服 你知道吧 其实领克09吧 这个车子啊 我开了 现在已经是第三年了吧 整个使用状况 都是非常不错的 包括它的机械方面的稳定性啊 包括它的操控啊 什么都挺好的 而且这三个月 我们在 在极寒的情况下 在东北旅行的这个情况下 没有出现任何掉链子的情况 唯独就是这个辅助驾驶功能啊 我觉得真的是 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吐槽它了 之前我曾经又吐槽过它的这个 就是这个功能 紧急车道保持功能 我之前就吐槽过它的 那个时候我是拉着拖挂 然后呢 我后来把我后面 后方雷达的这个探测雷达 给它直接拔线了 然后就把这个情况给它排除掉了 现在是我没拉拖挂的情况下 我正常在雪道上行驶 然后呢 它又犯毛病了 你知道吗 这回是 不知道是因为前方的这个 摄像头识别到了 还是雷达 我估计是还是摄像头的问题 就是识别出了我压线了 然后呢 给你拽方向盘 触发这个紧急车道保持功能 真的 挺讨厌的这个功能 自从买了09以后啊 我现在对这个车子的这个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啊 我其实挺反感的 你知道吗 大多数市面上的这种辅助驾驶功能 都其实 都不是很智能 你说它这种智能跟不智能 这种状态游走的啊 我觉得宁可没有 你要么就很智能对吧 你就绝对能够保持我们安全的 你要么就不要智能 就这种半桶水的智能状态啊 我真的是挺讨厌的 我个人感觉吧 就是像这种辅助驾驶功能吧 你不能够凌驾于个人主观意识 我个人主观意识 觉得这个地方不安全 我要关掉所有的辅助驾驶功能 对吧 来保障我自己的安全 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大脑 我通过自己的眼睛去识别这个安全 对吧 那你必须得听我的 你看 卧槽 我就开了开了 它又开始了 你说 又激活了 又激活了 就是这条道 就这样的道 你说这样的道 你说让我怎么开 我只能是压着中间的水道开啊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要听人的一个意思啊 比方人让你把所有的功能都关掉 你就得能够关掉才行 这样才能够保障司机的安全 对不对 所以这点啊 我觉得真的好好的要吐槽一下 也希望领克的这个品牌啊 我觉得真的要把这个功能改过来 设置一个全权关掉智能的那种 我不能理解啊 这样的一个开关 难道要很麻烦吗 难道很难吗 距离刚才拍摄视频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过去 有两个小时了 太阳呢 也已经逐渐的下山了 整个路面的光线呢 也逐渐的暗淡下来了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就发现啊 这个刚才说的 这个紧急车道保持功能 它就不再激发了 而且我还特地的再去确认了一下 刚刚呢 就是有一个路段 就是太阳 就是像刚才那样 就是照射的特别激烈的情况下 哎 它又触发了一次 然后太阳呢 像现在这个光线就是暗暗的 太阳在边上的时候啊 我再怎么急着线走 急着马路中间走啊 它就再也没有出发过 所以呢 我个人的判断啊 好像是可能是因为 比方说前方的雷达 或者是探头 因为前面雪地的反光作用啊 可能给车子有一个误判 以为前方有车子 或者是有一个物体挡着车子了 然后就激发了它的这个紧急车道保持功能 这样来讲的话 也许这是一个bug 但是呢 说句心理话 作为我们普通的驾驶者 普通的一个消费者 真的是没有去这个脑子啊 去分析 去找这个bug的原因啊 我们其实真正希望的就是什么 就希望厂家能够给一个开关 就是把这个所谓的智能辅助驾驶的功能 给它关掉 其实就这么简单 仅此而已 因为什么 因为你看啊 现在我 你看我这双手紧握方向盘啊 手都快 手心都出汗了 作为一个世界二十年的老司机 你说开的车子 拽的方向盘 手心冒汗呢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过了 我印象中只出现在 我刚刚拿驾照的那段时间啊 但是现在我又出现了 而且啊 真的啊 在大新安岭这个这么美的雪景啊 雪景下开车 路边的景色真的超美啊 我都已经没有心思去 欣赏这些美景啊 真的是特别可惜 所以呢 我真的是非常的希望啊 厂家能够尽早的出现 这么一个能够关闭 主动关闭 这个车辆辅助驾驶的 特别是这个紧急车道保持功能的按钮 让我能够 踏踏实实安安心心的开车 真的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